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节语二撰写 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端 第29节 个人安向县令左奎公公首 今夜之事 全是镊子咎由自取 怪不得任何人 老夫 这就彻撞如何 左奎常常出了口气 这位总算是看清楚形势 撤撞也好 大家都没有麻烦 天下太平 天下太平 李二陛下站在一棵脱光树叶的铜树下 嘴里玩味着左奎的这句话 百奇思关注着长安城里发生的任何风吹草动 云野殴打贺老二这件事儿上 自然禀报了他 右手五指 全部粉碎 胯下子孙根 也成肉饼 毫无康复的希望 这自然是贺老二的伤情诊断 云野出手的狠辣 让李二陛下 暗自皱眉 虽说那些顽固子弟品行不端 但是遭死重创 实属是 驰鱼之灾 这小子在立威 明年七月 预言中的蝗灾就要来了 准与不准 就是孝燕那位传说中的高人是否存在的最好标尺 云野是云氏族人 一刻确定 但空白的十五年 他在哪呢 人过流明 厌过流生 李二实在是不相信 有隐居的如此彻底的高人 逍遥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比云野更加神秘 任凭百奇思 如何调查 竟毫无头绪 仿佛人世间 陡然多出了两个人 无根无底 无过往 李二发现 自己这位蓝天侯满身秘密 这让他充满好奇 土豆的出现 断体之术的神奇 随手拈来的野铁妙法 小小年纪 在枯燥无畏的算学领域 轻松击败 学父武车的黄志恩 就连刘淮 也对那两副算学图解 惊为天人 这算学一道 自然超越了一代宗室的刘淮 学问做不了假 这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偷不来 抢不来 这些似乎已经可以确定 逍遥子的存在 没有强大的传承 他不认为仅靠云叶一人 就可以演算出如此复杂的图解 加上他师父也是不够的 学问靠的是日积月累 不能一蹴而就 甚至一两代人 也起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他自己就是学问大家 这道理无须问别人 求学之苦 以二 感同身受 明日大朝会 云叶就会上殿 亲自向朝廷谢恩 朕就看看你 到底是何方神圣 何以搅乱了朕的心思 望财咬着云叶的一脚 恋恋不舍 他很不习惯现在的状态 顶瓜皮上扎一只冲天小辫 后颈的棕毛 也挽成一个个的小吉 身上的防寒果肚 也换成绣花的锦缎 两天见不到云叶 很是想念 更何况 这家里几个小小的人 整天缠着自己 在身上爬上爬下 要不是昨天咬了轻衣的家伙 被老大责罚过 自是不能容忍 这几个小人骚扰自己 把脸贴在旺财的长脸上 亲你一会儿 吩咐下人 倒一碗米酒 为旺财喝 果然 一醉且千愁 旺财烦恼进去 打着响鼻 迈着八字布 回到马棚里去了 云叶要把家里吃饭的暗戟 换成巨大的圆桌 顺便打造些椅子 一想到老成老牛的性子 就吩咐多打造了两套 免得他们上门来抢 他实在是受够了贵坐这一苦行 所以画了图形 甩给家里的木匠 要求越快越好 木匠拿了图形 看不懂 解释好半天 才模模糊糊的 弄个半动 见云叶满脸的不耐烦 也不敢再问 跪在地上 发誓赌咒 绝不外传云云 老夫人站在身后 不明白他在干什么 好不容易听懂了 脸色一变 劈手从木匠手里夺过图纸 一指头点在云叶脑门上 满脸看败家子的神色 要加剧 祖母吩咐木匠做 以后不许随便乱画图 画了的图 也要交给祖母收起来 敢给不相干的人试试 说完 由丫鬟搀扶着 带着木匠去了侧厅 这才是云家女主人的风采 只要云也没成亲 府里他老人家说了算 以后要当心 侯爷脾气不好 不是吧 侯爷挺和气的 今天我给侯爷上茶 还对我笑来着 那不是发脾气的时候 没见那府那谁家的败家子 被侯爷打成残废吗 那是他惹了侯爷 侯爷是军武上的人 火气上来 那还有好啊 那是咱侯爷忍住了气 这才把那啥给弄碎了 要不然 丫鬟甲和丫鬟椅的谈话 被躺在窗户旁矮榻上的云叶 听个正招 嘴角往上提一提 看来自己这个混不吝的名声 算是传出去了 很羡慕程耀金 朝堂上撒泼耍横惯了 别人呢 也就认为他也就能带点兵打打仗 只要不惹他 与自家无害 犯不着去捅他这个马蜂窝 自自在在活了百岁 死后又封长寿鲁王 富贵一生 长寿一生 经历四地而不倒 可谓是官场的奇葩 转头看看官场中奋勇拼杀的长孙无忌 彭玄玲 杜如悔 魏征等人的下场 自杀的自杀 抄家的抄家 灭族的灭族 鞭尸的鞭尸 这些在云叶眼里全是大神级的人物 都免不了下场飞凉 自己这个官场小白还是缩紧脑袋 老老实实的当自己的乌龟吧 闷声发大财才是正经啊 明日大朝会能不出头就不出头 弄一个品级很高 职责少 不管事的清闲之位 好好把这辈子混过去拉倒 饭食不可口 家里的饭菜还没有均中的可口 除了肉就是干菜 要么呢 是豆腐 一点绿菜都见不着 汤汤水水一桌子 小丫头吃的是汤水淋漓 很是开心 云叶呢 就可怜了 一筷子一筷子的吃米饭 菜呢 是一口不动 前天晚上回家的宴席 因为心里高兴 就是吃木头也觉得香甜 看着老夫人特地给自己煮的肥鸡 云叶强忍着喝了一碗汤 就放下筷子 老夫人担忧的 看着她把鸡腿撕下来 放在大鸭小鸭的饭盆里 又扯下鸡事榜 给了小男小北 把剩下的鸡肉 封给几个年幼的妹妹 自己用咸菜拌米饭 两三口吞进肚子 一抹嘴 用饭完毕 一二 你吃不惯家里的饭食 老夫人观察她两天了 见她总是吃米饭 连面食都不吃 这样下去 身体怎么受得了啊 见全家都放下筷子 看着自己 大鸭 低溜着鸡腿 又放在云叶的饭盆里 哥哥 大鸭不吃鸡腿 哥哥吃 云叶亲亲大鸭 满是饭粒的小脸 又把鸡腿放回流口水的 大鸭的盘子里 哥哥毛病多 大鸭要多吃才能长高啊 哥哥是好吃的吃多了 观下的臭毛病 可不敢学哥哥 要不然就不乖了 大鸭这才抱着鸡腿 自咬起来 堂堂口腹 喂一只少盐 没味的鸡 就推来让去 这多少 让云叶有些心酸 明晚 我来做饭 咱全家也尝尝 我和恩师 平日里的饭食 也给大家解解餐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 有声小说 唐砖 这话一出 负责厨房的婶婶 顿时低下头 巴拉巴拉的流眼泪 云叶最怕女人哭了 因为一哭起来 就像连阴雨 没完没了 让人怒虎万丈 又发作不得 急忙劝解 又是解释 又是赔罪 又是赌咒发誓 这才让连阴雨止住 王氏 你就让夜明日做一回 你在一旁学着 学会不就好了 我听程夫人说 程公爷对云叶做的饭菜 赞不绝口 老身也想尝尝 到底怎么个美味 让公爷念念不忘啊 老夫人发话了 婶婶自然从善如流 不再劝云叶了 你们明天留着肚子 等我从宫里回来 给你们做一顿难忘的美味佳肴 提到吃 云叶还是很有把握的 我从小被师父抱着 就吃遍了大江南北 黄河两岸 说句不敬师长的话 他老人家就是一位耗嘴的 所谓食不厌精 寻常吃是哪里住的他老人家的法眼呢 西域的烤全羊 大食的烤肉串 都被师父定为粗粒之食 话外之民 哪里知道我天朝饮食之精美啊 光鸡肉就有数十种做法 煎烤炖煮油炸 他老人家 甚至用一团泥粉几张荷叶 就能做出美味绝伦的叫花鸡 人人看不起 认为肮脏的猪肉在他手上 就能变出数十道大餐 后来我长大了 师父就不再自己动手 食用都是经我手 再说 我没学到师父浩如烟海的学问 却把做饭的本事学了个十成十 连师父都说 我是天生的吃货呀 云叶慢慢把自己过往灌输给全家 这不是欺骗 为的是彻底融入这个家庭 于是后世的各种食物 源源不断的出现在全家人的脑海里 几个小丫头 口水流的花花的 满脸向往 老夫人笑眯眯的听着云叶略带自嘲的说讲 就连刚才哭得稀里哗啦的婶婶也是听得入神 云叶暗暗一笑 随即说起狱外的起立风光 奇风怪俗 就一个各种颜色的人就让大家张大嘴巴 哥哥 那非洲人真的是黑色的吗 皮炭还黑 润娘看着盘子里的木炭问哥哥 除了牙齿是白的 全身都是黑的 要木炭堆的 不张嘴你就找不着 再说 长安城里可能就有黑人 不过他们叫做昆仑奴 有机会带你去见识一下 眼见天色见暗 左五位点某的时辰就要到了 云叶正打算动身 却见庄三亭来报 长大将军特许云叶 明日早朝再与队伍会合 小鸭见哥哥不用离开 扑到云叶身上不下来 全家老小 全是欢喜之色 他们开始接受我的 云叶这样想着 钟鼓敲过四下 蓝田侯府灯火 依次点亮 仆役们忙着点火烧水 准备给主人洗素 做早饭 马夫将大青马洗刷干净 备好马鞍 亲卫身穿新衣 把横刀插在护腰板带上 云姑姑忙前忙后 不敢有一丝大意 今天是家主第一次大朝觐见陛下 没有人权呢 云叶被老夫人从床上好不容易揪起来 昏昏噩噩的站在床边任由老夫人给他擦脸刷牙 柳枝的苦涩也没有赶走他的睡意 老夫人不允许压魂动手 自己爱怜的给孙子用温水擦洗 大鸭小鸭在背后顶着哥哥 怕他一不小心摔倒 穿上官服 戴上金冠 没成年 所以不能戴官帽 脚下换上脖底的露皮快靴 一剑牢牢拴在腰带上 直到老夫人腰给脸上擦粉时 云叶才舒然惊醒 这个不能擦呀 我又不是人腰 连忙说 这时候不早了 就不擦粉了 老夫人满脸遗憾 觉得自己孙子应该能打扮的更漂亮一些 三两口吞下一大碗西周 感觉魂魄 又回到身体 自使精神焕发 云府中门打开 丫鬟蒲翼 站立两乡 老夫人抹着眼泪 被管家姑姑搀扶着 送云叶出门 小丫头们也哭得稀里哗啦的 赶紧安慰 又不是生离死别 上了早朝而已吗 由于未到开访门的时间 整个访式静悄悄的 一弯清冷的月牙挂在天空 现在是凌晨四点钟 马蹄的哒哒声格外的清脆 云叶呼出一口白气 再次付费 没人性的早朝 云姑姑早就给坊官打过招呼 腰间挂满钥匙的坊官 一一打开四道坊门 并请云叶画押 品级不到三品 就没资格在坊墙上开侧门 唐吕规定 任何人不得无故 夜开访门 有上开者 席三千里 三千里呀 反正不是穷光 就是僻壤 不会让你舒服的 转出永安坊 就来到朱雀大街 街上只有寻接的兵丁 没有其他官员走过 验过身份 兵马司的军士 齐齐行礼 留下两位挑着硕大灯笼的在前面开路 太极公在城北 一山而建 云叶需要穿过大半个长安城才能抵达 面南背北而居 这是皇家的特权 当然 普通百姓家住在北屋 也乌上大雅 李二不至于连这个都要管吧 街上马车越来越多 见到侯府一丈纷纷停止马车 带云叶趾高气昂的过去才动身 云叶拿鞭子抽在刘金宝的身上 你他娘子就不能不要这么嚣张啊 弄得别人以为你是侯爷 刘金宝赶忙一缩脖子 回头黑黑 冲侯爷傻笑 惹得周边亲卫一阵大笑 黄长到了 远远看见门口灯火通明 人头涌动 相互拱手失礼 谈笑寒暄 一派和气 不过看到火把上四处飘摇的火苗 就知道 无数刀光剑影在酝酿中 等待岛潮发难 云叶是武官 眼前全是文官 见云叶一介少年 却头戴紫金官 身穿四品肺袍 腰间跨着代表武官身份的衣剑 脸面却很生皮 纷纷交头接耳的打听 却无人知晓 就武断的认为 不知是哪家的孩子 顶替了父辈的爵位 来大潮见识一下 臭小蛙 你一介武官 跑温关队里干什么 我竟一疼 熟悉的感觉 就不挣扎了 老成根本无视文官们 鄙夷的目光 滴溜着云叶来到前面的武官队伍 往自己身后一放 老夫给你引荐各位长辈 都是些生死战争过来的好汉 不得无礼 云叶连忙称事 和一身绿袍的成楚墨交换一个眼神 一起跟上老成的步伐 这是你秦伯伯 老夫的生死之交 现在身体不好 你小子满身的怪本事 明日好好给你秦伯伯看看 一位面色腊黄的高大男子 就在前面笑眯眯的看着云叶 在云叶大理参拜之后 扶起他上上下下打量 哦 好一个俊后生 你的事 知诫都告诉老夫了 只是 无缘见到你师父 实在是一件汉事 你能把坏消息提前捅出来 老夫就认定 你是一个好孩子 非大慈大悲之人 所不行也 在家中安定 到老夫家中 我们详谈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作者 杰宇二 演播 今儿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